共機在侵擾我們空域的時候 竟然有神秘的無人機在追逐它 那這個無人機的身份到底是什麼 其實中科院從2009年 就開始發展無人載具 那無人載具其實我剛開始 我們都有參與 因為常常在虎口試飛 它那個生意非常大 我告訴你 那大概5公里之外就知道了 所以那是剛剛開始發展的時候 那個幾乎是一個 算是進階版的遙控飛機 可是因為經過了2009到現在 將近20多年以後 它不一樣 它已經進階到 這個騰雲機已經第二代了 已經進入第二代 它第二代它有多大 它的這個長大概10公尺 寬 翼載大概20公尺以上 那其實是非常大的一台無人機 跟這個MQ-9 其實幾乎規格一樣 而且我跟大家講一個 這是最近中科院才公布的秘密 它們兩種飛機的引擎是一樣的 所以是 我們騰雲機的引擎跟MQ-9一模一樣 所以是姐妹版就對了 對 就是技術合作 就技術合作 所以說為什麼這一次 這個蘇紫雲先生會認為說 他們可能是被我們的騰雲機追 因為騰雲機的速度 每小時將近500公里 所以說已經是一般的旋翼機的 這個速度的極限 那當然追得到 它在來的這台飛機 它不是這種戰鬥機 如果間級機我們追不到 它是運8 它是運8 所以它的飛行速度很可能會被無人機被追上 所以說這台無人機到底是我們的還是美方的MQ-9 不知道 不知道 我相信解放軍比我們更想知道 但是就是出現這麼一架飛機 就跟著你飛 那無人機有一個特點 它的滯空時間長 對 它可以飛很長 它的耗油力低 然後它能夠回船的數據比實際的飛機還要大 因為它沒有人 所以它可以載更多的科技的一些裝備上去 所以現在中共它就認為說 你到底是誰的 那我就為什麼要告訴你 那你去查 你不是來偵查我的地形 你來偵查我 我不能偵查你嗎 你的運8飛到我這邊來 你來找我們的參數 那我的飛機不能偵查你 況且有數據實話 這就是我們的ADIZ 你飛過來 我不去偵查你 我不去招待你 我好像已經失去了代客之道 你只要飛過來 我就把你的參數全部抓進去